他是赌坛的神级大佬 只是简单的听听声音 就能准确地猜出 骰钟里的点数 齐了大爷的操作 直接引来一众赌徒非议 当即嘲讽他 本来就没什么信心的大爷 听了这话就更加心虚了 就在这时庄家打开骰钟 映入眼帘的正是两个四点和一个六点 共计十四点大 旁边的赌徒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爷则是满心欢喜的大把收钱 随后又将那十块钱还给了独币大叔 并起身让位给他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别人质疑你的时候 你无需解释太多 用实力证明即可 就这样独币大叔用仅仅十块钱的本金 给自己在赌场换来一席之地 在几番激烈的战斗下 大叔更是由最初的十块钱 一举赢得十几万 在兑换筹码的时候 还大方地拿出一千块送给小姐姐做辛苦费 小姐姐怎么也想不到 刚才这个连赌场最低筹码都换不起的大叔 转眼竞赢了这么多 看样子这是个高手 然而独币大叔并不满足于这些 他拿着迎来的十几万筹码 立马转战到更大的赌桌上 这桌玩的乃是21点 社会我方哥 人狠话不多 一上来就拿出自己所有的大额筹码下注 何观一见这架是赶紧开口提醒 说这桌献红十万 独币大叔文言又将多余的筹码装回自己盘中 留下十万座赌注 即便如此 何观也敏锐地察觉到了此人来者不善 于是赶紧按响赌场警报 后台接收到消息立马进入警觉状态 赌场二把手兼输 更是派出高手独眼龙上前面应战 所有的人注意 盯住八号台 小心 与此同时大厅内正在热火朝天的较量 赌注以下 何观发牌 开局独币大叔就拿到了两张尖 但为了加大注码 又要求何观将其拆为两家 起料后面来的两张牌还是奸 独币大师依旧要求何观拆牌 就这样两家牌被拆分成了四家 然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是 后面发的四张牌均都是奸 发牌员一见这阵仗顿时慌得不行 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站在一旁的赌徒也是频频发出惊叹声 随后何观又将四家牌拆分成八家 独币大叔也同样将筹码分成八份 紧接着何观又为他派发第二张底牌 眼见桌面上的黑夹客越来越多 发牌员此时的心已经慌到了姥姥家 待他鼓起勇气发完所有底牌后 独币大叔一共拿到六加二十一点 两加二十点 吓得何观不断地吞咽口水 反观大叔则是一脸得意 对自己牌面很是满意 接着轮到庄家开牌 不想他只开出了十七点 即使输了何观也觉得这是一种解脱 看这架时是想吓死个谁 只用这一局独币大叔就赢得了二百五十万 正在他开心揽筹码的时候 赌场经理独眼龙出现 话音刚落 独币大叔就将面前的筹码全部推了出去 一场恶战即将拉开帷幕 然而对面的独眼龙也不是吃素的 用自己高超的洗牌技术 先让两副扑克挨个坐了一遍过山车 随后又麻利地将他们混到一起 看这洗牌动作莫非是想用这吓退对方 其实独币大叔并没有将这花里胡哨的东西放在眼里 洗牌完毕按照规则由对方切牌 大叔接过切牌工具随意插进一打扑克中 就在这时一个端水的小哥走了过来 并借此机会跟他说起了悄悄话 他好厉害的 独小姐 大叔疑惑地扭过头来 这一看才知道是老书人阿康 于是当即决定想让他为自己发牌 你的重码那么大 我也公平起见 我绝无意见 阿康 面对上司的召唤 阿康心里即使有一百个不愿意 现在也只有服从的份 独币大叔第一张拿到了梅花间 独眼龙拿到了一张梅花四 按照规则间可以当作一点或者十一点 其中底牌的总和大于二十一点时算作一 为大鱼则算作十一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大叔拿到十七点竟然还要继续要牌 并且也要就是五张 要知道此时再要牌的话 爆牌的风险相当之大 阿康好心提醒 大叔却坚持自己的选择 无奈阿康只好乖乖为他发牌 随后大叔又拿到一张方块间 一张方块四和一张红星二 以及一张黑桃四 还有最后一张方块三 七张牌加起来刚好是二十一点 旁边的看客无不为之震惊 独眼龙看后也是一脸惊讶 接着轮到给他发牌 第二张又是梅花四 截至目前他共拿到了八点 十点 十三点 十六点 大叔见此好心提醒独眼龙 阿康一刻不敢懈怠 又从里面抽出一张牌并亮出 排开红星六 共计二十二点 爆牌 果然厉害 快得连我都看不见 结束 是我们出座的时候了 赌场三大高手摆着酷笔的pose 闪亮登场 来到独臂大叔旁边说道 这里献红太小不适合先生赌 请到贵宾厅去 独臂大叔爽快答应 反正今天就是要玩念你们 到哪里赌都一样 独臂大叔一人对战赌场三大高手 说着就将自己面前的驻马全部推出 对面的三个高手也是如此 赌局正式开始 老三利索地拿出排酒摆成一排 然后再将其打乱混洗 老二擅长扑克 一套洗牌花活完的也是相当之溜 这时间叔也趁势出招 两人立马开启了盘子争夺大战 此时老二老三还在不停地洗牌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老二主动出击 话音刚落就将手中的扑克抛洒空中 因需要去空中抓牌 大叔不得不放开紧抓盘子的左手 由于先前的力度太大 就在他们丢手的一瞬间 盘里的骰子全部滚落到了桌面上 独臂大叔和老二都在寻找扑克中最大的牌 然而这时两人同时抓住了一张黑桃间 又是持僵持状态 老三闻严立马按照他说的摆放 此时尖书这边骰子已经停止了滚动 老二这边则还是为一张黑桃间 跟独臂大叔周旋 趁着这个空荡老三又出新招 老三又赶紧排出梅花建筑 与此同时尖书这边的黑色骰子也停止了转动 尖书一脸得意 独臂大叔则一边关注着他的白色骰子 一边与老二争夺最大扑克 这时又看见老三已经亮出牌九 于是立马与老二结束战斗 扑克牌被他们两人一分为二 大叔已拿到正面略胜一筹 接着便是牌九的较量 他猛地拍向桌面 一打牌九瞬间散了开来 此时大叔又赶紧看向骰子这边 他选的白色骰子还在不停地旋转 并有力地撞向对手的黑色骰子 紧接着白骰便停止了转动 开出了一点 而黑骰在被撞后 由最初的六点也变成了一点 尖书脸皮微微抖动 想不到这人竟如此厉害 一人对战他们三个也显得如此游刃有余 我赢了 方箭儿 再赌一拍吧 独臂大叔当然没有意见 再来几盘他都照说无误 这局就赌缩哈 此时老二的牌面为三张二 一张黑桃K 独臂大叔则是清一色的红心牌 分别为尖和345 老二拿起自己的底牌观看 映入眼帘的正是一张红心二 看完瞬间使他信心大增 然后将自己的筹码全部锁哈 独臂大叔也没再怕了 爽快跟住 你一定输 是吗 我童话顺手输 老二气急败坏 自己手中的红心二什么时候跑到了他那里 就在这紧要关头赌场大boss聂万龙出现 方箭 多年不见了 十年 嗯 十年了 想不到你的左手练得和右手一样快 看这架势想必两人有不小的恩战 十年前方箭与聂万龙 曾失出同门 一次对赌中 方箭输给了他 聂万龙却不顾兄弟情面派人殴打方箭 还命人砍断了他的右手 只因他不愿意向聂万龙认输 对于方箭的怨恨聂万龙并没有放在心上 随后说道 反正你是赌输了 如果你是服输呢 我只砍你一只手指 但是现在神仙也帮不了你 被砍断右手的方箭并没有为此气馁 在这十年里他日夜苦练赌数 成功将自己的左手练得和右手一样快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找聂万龙报仇 这就是他今天来赌场的目的 老二看到老板来了本想向其告状 怎料话还未说完就被打断 聂万龙一步到赌桌前看了看老二的牌说道 老二不明所以地揭开自己的底牌 原来的红星二已经变成了红星K 撤走一众小弟轮到大哥上阵 方箭的火药味可谓是相当足了 聂万龙听后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跟方箭说不如先找个地方坐下来叙叙酒 方箭立马拒绝 并表示自己今天来只是想赌 你还没有赌够啊 难道你想迎奏我整个赌场吗 是的 我就是想迎奏你整个赌场 我今天来 如果拿不走你所有财产 就输掉我所有的 包括我这条不值钱的命 聂万龙闻言劝方箭 何必呢 这里加起来龙共有几千万 足够你下辈子用了 见方箭完真的聂万龙也不再废话 该来的迟早要来 但赌这么大 这里好像不够级别 聂万龙立马吩咐手下为他们开无限房 所谓无限房就是不限柱马大小 想赌多大就赌多大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赌不到的 方箭换了一身新型头后霸气进场 与昔日的好友如今的仇人展开搏斗 这是独臂大叔与赌坛至尊的生死搏斗 定好规则聂万龙一生开始 何观变马里的将两副牌收入手中 然后再将他们充分混洗 一系列洗牌结束后有两人切牌 在这两位大佬面前 这都属于不必要的环节 于是直接跳过 赌局正式开始 双方都以5万打底下注 何观依次为两人发牌 此时方箭的牌面为黑桃皮蛋 聂万龙为红心肩 牌大者讲话 接着他便加住了200万 方箭爽快跟住 后面的看客见下如此大的蛀马 嘴巴都震惊成了欧字形 何观则是继续为两人发牌 第三张牌派发成功 依然由聂万龙说话 他又加住了300万 方箭则拿到一张黑桃勾 这一轮依旧由聂万龙说话 此时第五张牌已经发到两人手中 聂万龙抽到一张黑桃酒 方箭则抽到一张黑桃K 从目前的牌面来看方箭营的几率非常之大 赌场二把手尖数一件这情况 心中立马有了主意 于是出来吩咐阿康端两杯茶进去 阿康有些不解 里面上千万的赌阵打得热火朝天 有那功夫喝茶吗 虽然不明白尖书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上次发话阿康也只有听从的粉 无限房内聂万龙拿起自己的底牌查看 只是一张方块5而已 别着急精彩的还在后面 只见他简单的龙龙牌 在打开底牌时方块5已经变成黑桃间 而方箭这边底牌是一张红心二 他只是在桌子上面摩擦几下 红心二立马变成黑桃间 方箭做事重重一拍 吓得聂万龙不敢亮出底牌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 阿康端着茶水走了进来 众人齐刷刷的都看向了他 就在他快要靠近堵桌的时候 尖书偷偷丢出一个筹码 刚好滚到阿康脚下 阿康一个不小心就把茶水全部洒到了赌桌上 这正是尖书想要的结果 随后上前装样子怒斥阿康 然后向方箭和聂万龙道歉 后天刚好是他们相识的20周年 当初的朋友如今的敌人 一夜之间什么都能改变 方箭表示将自己的筹码暂时存放在这里 说完便起身离开 十年时间过去 两人都没有改变 方箭还是那样的耿直 聂万龙还是那样的卑鄙 赢不过人家就出损招对付 今天没有成功复仇 方箭心里无比的憋屈难过 聂万龙欠他的实在太多太多 其实聂万龙也是有真功夫的 只是跟方箭比就差远了 但比起大部分赌徒来说 他还是有一定地位的 就在前不久来自世界各国的赌界大佬 纷纷前来找他挑战 那派头那心理战术让他拿捏得死死的 面对世界各国高手斥责他不守约 聂万龙则一脸淡定地回道 大家别吵 反正都是要赌 为了节约时间 与其一个个的赌不如大家一起赌 这话里话外都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各国高手瞬间炸开了锅 其中日本赌王尤为愤怒 好一段霸气十足的发言 虽然聂万龙的人品不咋地 但这段咋看咋书星 由于各国赌王美人只贷了100万美金 而聂万龙那里有1000万美金 筑马大者定规则 今天我们玩虽幼汉 但是治完一次 为了公平起见 牌由你们自己洗 说完两位何官就为对面的各国赌王派发扑克 不愧都是赌街的佼佼者 洗牌的花活完的那叫一个溜 虽然只是简单的洗牌动作 也能看出各位在争其斗艳 然而这些聂万龙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任凭他们展示自己的小伎俩 在各位一番猛如虎的操作下 洗牌动作终于完毕 依照规则一方洗牌则由另一方切牌 聂万龙根本就不在乎 于是直接跳过这个环节 赌局正式开始 赌王身后的小弟文严立马拿起扑克 为自家老大发牌 对战的有9人 依照规则聂万龙也应该派发9份牌 不多时双方都已派发完毕 赌王们见状赶紧拿起自己的牌观看 与此同时 聂万龙只是不紧不慢的 为自己的9份牌归龙整齐 然后摆出胜利者的姿态等对方亮牌 对面的高手则分别拿到了90勾圈K顺子 4条7 4条9 3条K一对7 4条2 4条5 3条间一对K 最后为56789同花顺 单看这9副牌面还是相当不错的 下面轮到聂万龙开牌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看不看全都一样 这话说的可谓是相当自信了 但为了让对面几大高手死个明白 牌该开还是要开的 第一份牌亮开的时候已经震惊了不少人 竟是一副顶尖的同花顺 第二份牌亦是如此 后面的气氛也全是清一色的同花顺 看得各大赌王们连连摇头 想不到世上竟有如此高手 聂万龙对自己的牌面很是满意 满心欢喜地正准备离开 你这小伙子就不厚道了 说人家出千也要拿出证据来啊 空口无凭那怎么能行 就这样聂万龙只用一局 便赢得九国赌王 虽然聂万龙赌数非常高超 但在方针这里他始终略训一筹 可有的时候你技术再厉害也没用 因为有的人为了赢可以不择手段 那么三天后的赌局大战 方针和聂万龙究竟谁会胜出呢 咱们下期继续 这是独臂大叔与赌坛至尊的生死之战 一上来聂万龙就打心理战 以桌台容不沾为由要求更换 想要用这招镇住对方 奇料方针对他的小伎俩根本就不在乎 待桌台更换过后 比赛正式开始 有铁面无私六亲不认的李文英和官 为两位大神发牌 开场聂万龙与方针都以五万打底下注 随后何官依次为两人发牌 牌大者最先讲话 听我讲话 500万 方针爽快跟注 何官则继续为他们发牌 截至目前聂万龙的牌面为一张黑桃皮蛋 和一张黑桃疤 方针这边拿到一对钩 所以这轮由他讲话 他直接霸气加住1000万 毫无疑问聂万龙选择跟注 此时后台正通过全世界最先进的数码解像系统 观察着方针的一举一动 生怕错过他每一个犯错的细节 这把方针拿到一张梅花皮蛋 而他们的老板聂万龙则拿到一张红心皮蛋 此时第五张牌已经派发到两人手中 聂万龙拿起小心查看 反观方针则是大方亮出 排开红心钩 聂万龙见状也赶紧亮出手中的牌 一张方块皮蛋 目前两位都还有最后一张底牌 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 胜负就在此一举 方针对自己的牌犹为自信 示意身边的人将面前的筹码全部压上 前面打得火热 后台聂万龙的手下也忙得热火朝天 不断重放录像查找方针出签的画面 然而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赌场上方针还在不断地加注码 甚至拿出了自己在东京的物业房企 限制港币三千五百万 聂万龙一个手势 身后小弟立马上前 也将他面前的筹码压到中间 此时后台已经乱成一锅粥 这可由不得你 为了保全性命 山田只有听从的粉 他们找到一段别人出签的视频 然后将方针的面部转接进去 就这样一段嫁祸的视频新鲜出炉 随后他们再通过无线电 将消息传送给台上的聂万龙 聂万龙得知小弟已经为他治好证据 立马来了底气 方针 你不应该回来 你根本不属于这儿的 我不觉得 如果当年你不是用卑鄙的手段 今天在这儿的那个不应该是你 十年前我赢了你 今天一样赢你 你错了 我的技术从来没输给你 但是方针却忘了最关键的一点 今非昔比 现在的赌数不单单只靠技术 废话少说 下面将是两人开牌时间 聂万龙装样子要求李文英为他开牌 排开梅花七 他拿到的是三张皮蛋 方针最后的底牌是一张方块勾 四张勾搭过三张皮蛋 方针大获全胜 就在他高兴之余 聂万龙突然大喊 此话一出全场震惊 凤叔则赶紧劝聂万龙说话要小心 江湖的规矩是愿赌服输 凡事都要讲证据才行 聂万龙要求把最后一张牌再放一次 通过大屏幕的展示 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人在偷偷换牌 方针愤怒地盯着聂万龙 十年过去没想到你还是那么的卑鄙 说着方针就要上前为自己讨回公道 怎料还未到聂万龙身边 就被他的一众小弟控制得死死了 没想到苦练了十年的方针 到最后还是输给了阴险的聂万龙 即使知道聂万龙使用卑鄙手段 他也无可奈何 输了就是输了 依照之前的赌注 方针将赔上自己的性命 他来到一间小作坊里 与一众赌徒玩拍酒 在最后离开的时候 故意丢出藏在袖中的拍酒 小马仔们见状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他 方针一人被十几人围攻 之后又被面包车相撞 一代赌王就这样横死街头 虽然方针已经离世 但方家与聂万龙的恩怨远远没有结束 赌可以让人一夜之间发达 也可以让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 这个小伙子为了赌尽压上自己的全部家当 好朋友阿康看不下去好心劝他 他却把好言当成耳旁风 幸亏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接连好几把都是21点 似乎被幸运神特殊眷顾 筹码也因此翻了好几百倍 一旁的赌徒见他转得盘满钵满 也赶紧下注跟着沾沾光 然而赌场老板见状却气愤不已 助理接到指令立马前往执行 并疏散房间内其他赌徒 双方下注 何关为两人发牌 这轮由拿到尖的高手助理说话 助理拿起五万筹码霸气一致 蒋百气见词爽快跟注 这一轮还是由拿到一对尖的助理说话 一对A是下注 二十万 蒋百气依然决然跟注 截至目前助理拿到三张肩 蒋百气则拿到三张K 看着牌面他不由的眉头一皱 助理继续加大赌注 压上自己的全部筹码 蒋百气也是一样 随后何关为两人派发最后一张牌 四个K 真是不好意思 四个S 照目前的牌面来看 蒋百气已经输得不能再输 可他偏是不信这个邪 要和助理赌最后一张底牌 见这小伙子如此较真 助理也就接受了他的请求 不过说了不是要他的命 而是要他学狗爬出这个赌场 还得一边爬一边叫 这摆明是想羞辱他 蒋百气拿起自己的底牌观看 随后印下了这个赌注 并亮出自己的底牌 依照黑红梅芳的规则 助理显然略胜一筹 接下来也将是蒋百气兑现诺言的时候 这个小伙子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学狗教 只因刚才输了赌局 虽然蒋百气输了赌局 但赌场老板聂万龙却十分欣赏他 并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韧劲 于是把他聘进赌场做二级助理 这边问题刚解决好 赌场里就又来了替管者 这位山本先生已经连赢了二十几盘 并且每盘都是九点 截至目前已经迎走赌场两百多万 坚书敏锐地察觉到此人来者不善 于是让自己的徒弟阿康代替阿松 做本场的合观 阿康有些不自信 信得师父鼓励 赌徒们尝到了甜头 于是一窝蜂地全部跟住 赌注以下合观发牌 此时的牌面分明是梅花K和方块2 只见山本拿牌的时候在桌子上挪擦一下 开牌的时候方块二立马变成了方块9 共计十九点 赌徒们一致认为这把山本必输无疑 正在懊恼自己跟错了主 不想阿康却只开出了十八点 山本险胜露出了得意的笑 并借机嘲讽阿康 本来就不自信的阿康 这下直接陷入自我怀疑状态 坚书则还是鼓励他继续 后面的几把依然是山本胜出 眼看对手的筹码堆得越来越高 阿康心里慌得一批 有了师父的指导与鼓励 阿康渐渐进入状态 这一轮山本又拿到了九点 下面轮到庄家开牌 阿康拿到的是梅花皮蛋和方块6 然而这牌面他并不是很满意 不断地在手中交替换牌 终于方块6变成了方块9 阿康见此高兴地像个孩子 立马看向师父求表扬 精彩好戏即将上演 后面连续几把两人都是合局 山本在暴躁的边缘逐渐徘徊 反观阿康则越来越有自信 这时服务员小姐姐特地为两位端来蛋糕品尝 可如今山本还哪有心思吃东西 说完就将自己面前的筹码全部押上 想要一局定胜负 然而他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大敌当前最忌讳的就是心烦气躁 山本上前拿牌 郑玉使用一招偷天换日 尖书却早已冻穿他的小把戏 连忙上前阻拦 故意问他可否饮水 就是这一个小操作打乱了他的计划 山本无奈只能亮出原有的牌 17点 阿康则拿到了18点 一局便让他赔了个底朝天 最后山本气愤离场 然而他们的较量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次阿康表现优异 此时被老板聂万龙知道后 立马给他升职加薪 从明天开始 他就可以去三楼的大房工作了 那里一赌就是上百万美金 山本因吃了败账 第二天就请来了 比他赌输更高超的日本赌皇 妻子小姐到赌场复仇 并拿出一千万美金 向聂万龙赌场猛将发出挑战 送上门的钱拿有不收的道理 聂万龙当即应战 尖书最擅长的就是骰子 所以这局由他出面最为合适 开场前两人先进行验骰 尖书将骰子抛洒空中 随后快速收入骰中不停地摇晃 不一会儿的时间就全部制出了六点 并且六个骰子连城直线高高堆起 下面轮到棋子小姐炫技 同样的操作同样的点数 就在这时一颗骰子突然朝这边飞来 故意把棋子小姐的成果打翻 此人正是聂万龙刚收的二级助理蒋百奇 此话一出棋子小姐瞬间火冒三丈 要求聂万龙将无关人等清出场外 谁知聂万龙不但没有赵左 还把场上的尖书换成了蒋百奇 这一把规则是这骰子比大小 谁摇出的点数小谁就赢 棋子小姐为了赢得比赛 简直豁出老本 竟然扒掉自己上衣的半侧 看这架势想必要放大招了 造型改装完毕 蒋百奇将骰子潇洒抛出 棋子小姐顺势接下 运用洪荒之力不停地摇动骰中 随后直接制出最小的点数一点 并且六颗骰子一时如此 见着成果棋子小姐满意一笑 接下来便是蒋百奇出招的时刻 棋子小姐同样也为她制骰 蒋百奇顺利接下并摇晃骰中 在众人的期待下蒋百奇亮出点数 竟然只有五个一点的骰子 原来一颗骰子早就跑到了外面 蒋百奇的操作瞬间换来了热烈的掌声 聂万龙对她的赏识又多加了几分 第二天直接把她从二级助理 身为赌场的业务经理 她的升职立马引来另一位业务经理不满 没想到曾经的助理 现在竟与自己平起平坐 心里难免有些不服 让阿南更想不到的是 很快他们将迎来第一次对战 过几天就是拉斯维加斯 举行三年一次的赌王大赛 原本参赛者非阿南莫属 可现在蒋百奇是聂万龙眼前的红人 为了公平起见 聂万龙决定让两人来一场赌输对决 这是两位赌界高手之间的较量 比赛分为三局两胜制 谁能连续赢得两局 就可以参加本届的赌王大赛 第一局两人先是玩骰子 谁能猜中对方的点数谁就赢 坚书这明显是倾向于阿南 阿南接过骰子 立马将骰中摇起 手法可谓是相当熟练了 对面的蒋百奇 更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声音 生怕错过每一个细节 然而不管他再怎么摇 蒋百奇此时已经了然于胸 看阿南的表情想必蒋百奇猜得准确无 打开骰中一看果真如此 接下来轮到蒋百奇 蒋百奇开始也是运用同样的手法 但随着他越摇越快 阿南已经毫无头绪 其手法连老板聂万龙都甚是惊讶 阿南还没听出个所以然 蒋百奇就停止了摇动 为谁 请说 为令 这一局蒋百奇赢 第二局两人再战翻摊 由于上一轮蒋百奇胜出 所以这一局由他最先开始 他拿起一个空碗在棋子上面绕来绕去 企图用词扰乱对手心神 趁对方不被立即出手 然而他这次的小把戏 却没能逃过阿南的眼睛 准确无误 下面轮到阿南出手 他先是有意无意地检查手中的空碗 随后立马盖到面前的棋子上 这一招就叫做攻气不被出气不易 显然蒋百奇没有料到他会来这一手 这一局 阿南胜出 很快两人就迎来了赛点 最后一局两人比拼麻将 谁能最快吃糊就是谁赢 尖数一生开始 两人立马开启了洗牌环节 这一轮最重要的是考速度和记忆力 抓牌速度快以防好牌被对手抢去 并且在洗牌的时候 就要记住自己想要的牌 在什么位置 下面将是快速的马牌环节 目前来看两人的速度不相上下 此时两人都缺那张红中 蒋百奇快阿南一步抓到这张牌 就在他要拿回的时候 阿南用力一拍 红中直接朝天飞去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蒋百奇并非非要那张红中不可 他也可以去拿另一张使他胡牌的白板 阿南今天的表现 聂万龙十分不满 太过急于求胜 连这么小的比赛都沉不住气 去赌王大赛又会是怎样的后果呢 所以聂万龙决定这次就派蒋百奇 去参加赌王大赛 如今蒋百奇在这里混得风生水起 然而聂万龙却不知道 他其实是来为父报仇的 他就是方针唯一的儿子 十年前聂万龙为了赌霸赌坛 就连他这个结败兄弟都不肯放过 在赌桌上用卑鄙手段赢了方针 后来还找人狠心地砍了方针的右笛 方针知道聂万龙行是一项心狠手辣 不会放过他们 为了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 方针无奈只能将他送到瑞士 在那里他已经安排好人收留 为了不暴露身份 还把儿子的名字改为蒋百奇 记住 你就是蒋百奇 有以后 不能再回来了 除非爸爸叫你回来 或者是 爸爸死了 蒋百奇得知父亲的死讯 赶回来找机会打入敌人内部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为父报仇 爸爸 我一定要猎万龙身败名列 我要他一无所有 我一定要他死得更惨 依照目前蒋百奇在赌场的发展 推倒聂万龙为父报仇的计划指日可待 到底赌坛至尊最后的下场会如何呢 敬请期待下集 这两个香港大妈来澳门赌钱 结果只用一局就输了个底朝天 看来今天的运气不是合玩扑克 说着两人就要转战场 去二楼赌牌酒 十二妈见状赶紧阻拦 并道出了赌博的真谛 本来没什么事 可是大妈一听到这话立即火大了起来 责怪十二妈这次赌局输了都是因为他 就是你刚才在门口让我东摇西板 害我甩掉了财气 方才两位大妈还没进赌场的时候 为了能赢钱按照大神的指示发了一遍神功 左摇右摆煞气不来 十大妈见状也跟着赵做了一番 走到赌场大门的时候 还把三根手指高高举过头顶 那派头那气势那叫一个足 不知道的还以为两人要去干架吗 怎料进赌场第一局两人就输了 十大妈决定转战排酒 就不幸今天颁不回一局 原本心情就不好 还在进电梯的时候 撞上几个煞气腾腾的外国佬 这下更让十大妈感到晦气 四个外国佬今天来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踢管捏视赌场 方才在坐电梯的时候 他们已经对着赌坛至尊 捏万龙一顿侮辱 敢这样做想必赌数也不凡 四位外国佬的出现 瞬间吸引一大批赌徒观战 看这架势没有一场恶战是受不了场了 几人一上来就各自掏出一打钞票 甩到桌面上 直接21点走起 此时每一位手中都有两张底牌 第一位买了两家牌后选择再要一张 第二位和第三位都更买了两家牌 而他们则选择不再要牌 轮到第四位的时候 他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台微型计算机 在桌面上计算了起来 不多时便有了答案 随后立刻要求核观发牌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竟开出了28点 爆牌死翘翘了 截止目前前三位分别拿到了17点 17点 14点 13点 12点 11点 虽然点数不大 但好在没像第四位那样直接爆牌 下面将目光转移到核观这里 他竟然开出了22点 这下BBQ了 外国老们见状那叫一个高兴 直接机长庆祝了起来 核观身边的寻场察觉到四人来者不善 于是立即按响了赌场的警报 有人捣乱 通知多眼龙 是 独眼龙身为赌场的经理 自然也是一位赌术高手 听到有人捣乱立马到前面应战 此时两位大妈刚好从二楼下来 看着灰头秃脸的样子就知道又输了 先前贷的一万块 现在输的只剩下五百元 再这样输下去恐怕今晚就要睡马路了 怎奈时大妈是越输越上头 借用十二妈的话说就是不输光不死心 这就是赌徒的特性 他冲进人群刚好看到四位外国老赢钱的场面 直接果断跟着下主 赌徒们尝到甜头 一窝蜂全部跟着 就在何关要拍发扑克的时候 高手独眼龙霸气登场 等等 让我来跟他们玩两手 独眼龙加入战斗 何关依次为两方发牌 由于十大妈跟外国老下主 所以在他们开牌的时候 直接使出必杀季复读鸡帮忙 接着便是第二轮 十大妈依旧如此 再看独眼龙这边 虽然没有复读鸡助阵 但气势一点不输对方 只见他在桌面上不停地交换两张牌 神奇的一幕就发生了 原来的梅花六竟直接变成了红星酒 而外国老这边则开出了红星石 看得十大妈那叫一个气 哎呀 都是你这个家伙呀 害得我输了钱了 你请我愿 是你自己要赌的 没人请你 走 竟说大实话 说得十大妈有些不好意思 虽然输了钱 但他的气势依然不减 霸气带着十二妈离场 原来他们的赌数也不过如此 独眼龙毫不吝啬地发出了嘲笑声 另一边十大妈离场后还是不服输 让十二妈拿着两张十块钱 她对着是左拜拜又拜拜 希望下一局能打个翻身仗 把她儿子阿康看得一愣一愣的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玩骰子的赌桌上 结果又输了个底调 十二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发愁没钱了还怎么回去 反观十大妈却非常乐观 竟然还继续问十二妈要钱 她和十二妈做了一辈子的姐妹 太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她这家伙在岸上学游泳 比保险箱还安全 身上一定还藏着钱 说着就要进行搜身 十二妈起初坚决反抗 起料还是没能抵过十大妈的不依不饶 掏出了最后的两百元饭钱 输了这么多时大妈依旧死心不改 妄想靠着两百元翻本 结果刚出来就撞上了阿康 你看见什么了 看到你不想看到的人呢 大妈二妈你们已经被捕了 与此同时 赌场外的一条小街道里 也在开展着不大不小的赌局 买呀买呀买呀买得到赢得多买呀 几个大妈商量着该买哪个好 不一会儿的时间就确定了答案 看着面前的钞票 两个小伙心照不宣地笑了笑 买定离手打开骰钟 结果里面空空荡荡 大妈们正在为自己下错注懊悔 身后的风波却看出了端倪 快点买快点买啊 看准着再买啊 喂买定离手啊 买哪个买哪个 大妈们下完筑马 小伙正欲打开骰钟 一旁的风波却紧忙阻拦 他怀疑这碗里藏有乾坤 一边说一边转动着面前的骰钟 小伙见有人捣乱立马急了 恐吓大叔在乱动手就要斩了他的手 惹不起我躲得起 风波立马向其道歉 两个小伙有些纳闷对视一眼后 立刻猜出这是有人在捣乱 这生意是做不成了 妨碍人家发财这摆明是想找打 幸亏小慧出现的及时 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第二天两个小混混就找到了家里 风波伸手敏捷快速逃了出来 结果刚出来就遇到了小慧和阿康 两人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风波走投无路被追到一个小巷里 就在挨打的时候阿康冲了出来 一把搂住了两个小混混 小混混见有人阻拦直接将目标转移 双拳难抵四手 更何况这还是六手 不出意外阿康被暴打了一顿 就在这时风波看到了一个旧物 阿康脖子上带的筹码 于是立马上前推开了小混混们 并撂下了豪言 一人做是一人当 要算账呢 找我吧 老伯 真好趣啊 回关款照啊 哎呀 结果下一秒就怂了 可惜最后三人还是没能逃得过去 风波为了化解双方恩怨 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给他们磕个想投 这是就算过去了 可小摊贩们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一脚将其踢开 风波被逼无奈应下赌局 很快一个简易的赌桌就制作完成 双方各就各位 谁的点数小谁就胜出 小弟一把抓起三个骰子 向上空抛洒而去 大哥迅速拿起小碗顺势接下 再打开时映入眼帘的正是三个一点 小摊贩一脸得意 三个一 最多适合 不会输 即便如此风波也没再怕的 抓起骰子放进碗中 用自己独有的摇骰绝招制骰 高超的堵数直接看待对面的小贩 骰子在上空不停地旋转 给对方一个下马威后立刻再返回碗中 接着在空中做几个转体之后 成功落在纸盒之上 打开骰中里面竟然只有两个一点 另一个骰子早就被风波不知打到了什么地方 其招数直接震惊全场 回去之后风波对着阿康的筹码一顿研究 自己毕生所学的赌术都传授给他 原来他就是北派赌王孙一峰 二十年前 他和方针以及聂万龙是结败兄弟 说到赌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们兄弟三人 本来他们感情很好 后来不知是谁在暗中挑拨离间 说一山不能藏二虎 不如坐下来好好地玩一次 赢了那就赌霸天下 输了的那两个不但要戒赌 还要自费武功 开场前三人说好不出千 怎料聂万龙阴险狡诈 为了赢不择手段 暗中出千赢了孙一峰和方针 方针看出聂万龙使的小把戏很是不服 说什么也不肯自费武功 最后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但聂万龙并没有因此放过他 后来找人狠心地砍断了方针的右手 孙一峰则是愿赌服输 象征性地被斩断了一根手指 而阿康那个筹码就是方针死之前交给他的 希望以后阿康能转交到他儿子手上 这个筹码也是孙一峰和方针结识的见证 出于兄弟秦孙一峰决定 将自己毕生所学的赌术全部传授给阿康 另一边石大妈在赌场输了一万块后 初来依然赌性不改 又转战到小赌场里赌 今天他似乎被幸运神特殊眷顾小赢了几把 然而这些被小赌徒们清楚地看在眼里 立马轮番上阵对战石大妈 换人来想吓我呀 我都没怕过 好换人就全买了 这多少钱呢 全买了 好 买定离手 长发男依次为大家发牌 只用这一局石大妈就又输了个底调 看来长发男还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 钱输完了石大妈本想就此离开 结果这时两个小伙突然上前阻拦 说要借钱给他翻本 石大妈当场拒绝 大婶儿 刚才我看你手锋这么顺 次次都赢 你就这次是手吗 赶紧上啊 赶紧上啊 石大妈一想也有道理 随后向其询问利息怎么算 这时又有一个小伙子赶紧站出来说道 只要当天还 随便收点手续费即可 说着就拿出一打钞票问他想借多少 刚才还头脑清醒的石大妈 就这一会儿的功夫 可被他们忽悠上钩了 当即就问他们借了五万块 还被忽悠的在不明协议上签了字 石大妈拿着借的钱 第一时间又返回到赌桌上 妄想用此翻本 又是新的一轮 石大妈拿起面前的排看后顿档不妙 立马环顾四周寻找换排时机 然而这一次可没那么好远 还未出手就被对方抓个正着 俗话说小赌一情大赌伤身 人要学会愿赌服输 千万不能上头 石大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稍不注意就会掉进别人设好的圈套 先前借的五万块转眼就变成了二十万 为了保命石大妈无奈只能签下 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高利贷账单 回去后的她日夜都不能累 天天担心要债的会上门捣乱 可该来的迟早要来 她是北派赌王孙一风 只是简单的听听声音 就能猜出骰钟里的点数 打开了 开了 预备 打开骰钟果然开出了一二五点小 孙一风一脸得意 又是新的一轮 她还是按照老方法 用自己的独门绝技听骰 随后立马得到答案 孙一风用胜利者的姿态为自己庆祝 接下来她依然用自己特有的赌书玩骰 北派赌王的称号果然不是盖的 几局下来就赢走了赌场不少的钱 带赌金攒够孙一风立马离开赌场 刚出来就遇上了徒弟阿康 她赶紧将手里的钱转交给徒弟 让他去救人 就在刚刚石大妈和女儿正走在大街上 一辆面包车突然停到跟前 随后竟当众把他们推到车上并带走 原来是要债的找上了门 石大妈因赌博落入高利贷圈套 如今的天价赌债让她无力偿还 小混混就逼迫她往家里打电话 让家人送钱来赌人 被逼无奈的石大妈只好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起料恰好被孙一风接到 得知徒弟的家人有生命危险 她当然不会见死不救 可这一时半会让她上哪去筹那么多钱 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赌博 为了救人 孙一风只能破戒来赌场赌一把 好在很快就凑够了赌金 怎来那些小混混不讲武德 等不及石大妈的家人来送钱 就要向其索取利息 石大妈为了救女儿惨遭暴打 不仅如此还被他们戏耍 不仅女儿受委屈 石大妈忍痛吞下一整碗冰块 谁知即便这样那些小混混 依然不肯放过他们 为了救女儿石大妈母性大发 拿起酒瓶朝着长发男的头部 就是重重一击 最后为了自卫 更是一刀戳中她的腹部 石大妈反应过来后大惊失色 这时阿康刚好赶到 最终石大妈为赌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因严重伤害他人身体被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方针的儿子蒋百奇 正在为暴杀父之仇做着计划 他为了获取赌坛至尊聂万龙的信任 趁机接近聂万龙的女儿聂西彤 并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下 聂西彤成功地坠入了爱河 很快两人便有了结婚的打算 聂万龙也十分欣赏蒋百奇的才华 故而非常看好这门亲事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最近有了退居幕后的打算 更是在董事会上亲自宣布 以后有关公司业务的问题 可以直接问他的准女婿蒋百奇 复仇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进行 同时今天也是他父亲方针的死记 蒋百奇来到父亲被撞死的街头纪念 阿康作为方针生前的朋友自然也会到场 如今看到这一切 他才知道原来蒋百奇就是方针的儿子 阿康终于可以完成方针的遗愿 将这枚筹码转交给他儿子 蒋百奇看到这筹码 对聂万龙的恨意又多增了几分 我一定要他身败名列 要让他一无所有 几天后蒋百奇与聂西同顺利举行订婚仪式 在仪式上聂万龙当众宣布 自此以后聂氏机构会增加一位新的董事 他就是蒋百奇 并拿出聂氏集团30%的股份 送给他们作为订婚的礼物 蒋百奇离复仇又进了一步 接下来他将会不择手段撵走聂万龙的心腹 一点一点瓦解聂氏赌场 到底赌坛至尊聂万龙后面的下场会如何呢 敬请期待下集 梭哈战中 男人小心翼翼地拿起最后一张底牌查看 映入眼帘的正是一张黑桃二 他微微一笑 心想这局赢定了 怎料在开牌的时候 黑桃二竟然变成了红星二 本来一副必赢的牌却被他打得稀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开局赌博界的巨子福特先生 已拿到三张间的牌面获得优先发言权 可给你嚣张完了 蒋百奇目前的牌面为黑桃三素 第四张牌又是黑桃二 有很大的机会能拿到铜花顺 随后立即霸气回怼 伏特第四张牌为红星屏 而蒋百奇似乎对自己的牌不是很满意 一招偷天换日瞬间把黑桃二换成了黑桃六 怎料福特在看了他的牌后 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 竟然提议筑马再加大一点 蒋百奇眉头一皱 拿起最后一张底牌观看 立马来了信心 但是要赌这么大他可做不了主 需要请示一下他未来的岳父 也就是涅饰赌场的执行董事 聂万龙十分欣赏他这位女婿的才华 故而非常看好他 蒋百奇请示完回到堵桌前 回应福特说他家的堵住没问题 既然这样那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牌 福特先生拿到四条间一张品 而蒋百奇本应开出一副铜花顺 却不知怎么当 原先的黑桃二镜变成了红桃二 普通的顺子怎么能打赢四条间呢 蒋百奇来到岳父这里汇报赌局结果 我输了 我把你的赌场 这栋房子 所有所有的一切财产都输了 不过我是故意输的 其实真真真正输的是你 独霸赌坛十余载的聂万龙 做梦也想不到最后会被自己的女婿摆一套 事到如今蒋百奇也不再装了 彻底摊牌了 我千方百计进涅式赌场 努力向上爬 娶你女儿 得到你全盘的信任 有始至终都是一个局 其实方才蒋百奇就是故意输给福特先生的 他为了拿到赌场的控股权 和聂万龙名下所有的财产 事先买通福特 配合他在赌场演绎一出精彩好戏 如今蒋百奇终于得偿所愿 当初聂万龙用卑鄙的手段 在赌局上赢了方针 而方针也因输了赌局而断送了性命 蒋百奇费尽心思接近聂万龙 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为父报仇 并且把他父亲所受的痛苦加倍奉还 其料将还是老的辣 蒋百奇万万没想到 其实这一切都在聂万龙的掌控之中 就凭你 凭你能赢我聂万龙 你输了 你太天真了 是吗 此时先前被蒋百奇设计赶出赌场的阿难 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 聂氏赌场以及这栋房子的契约 原来聂万龙早就识破了蒋百奇的计谋 他想铲除聂万龙身边所有的心腹 却除不了阿难 因为阿难是被聂万龙从小抚养长大的 两人的关系堪比父子 没有人能撼动他们之间的关系 更不要说阿难会出卖他了 从蒋百奇诬告阿难那天开始 聂万龙就觉察到了端倪 于是立即去律师楼加签 拿回了赌场的所有控制权 之所以一直没有揭穿蒋百奇 就是想看看他在耍什么花样 这出反见即唱的果然漂亮 事到如今蒋百奇别无选择 只能应下聂万龙的赌局 一场恶战即将拉开帷幕 这一局乃是生死局 他们两人每人拿五次牌 最大的那副牌胜出 何关玛丽洗牌为大战做着准备 而聂万龙则趁这个时间 对蒋百奇发出心理攻势 当初你来求我 给你一份活干的时候 我不是让你练练抽五张牌吗 你练得怎么样了 我很有信心 能赢你 只用一句话就记得 聂万龙心跳加速 赶紧服药控制 看来这心理素质 确实是下降不少 蒋百奇见状好心提醒 千万不要太兴奋 小心你的小心脏受不了 第一轮抓牌正式开始 两人都做足了准备 谋足了劲 何关将一副牌 向上空抛洒而去 蒋百奇与聂万龙 迅速从中抓牌 按照黑红梅芳的牌法 这轮蒋百奇的黑桃尖 打过对方的红心尖 激动的聂万龙 迅速吃药补救 与此同时 何关正在洗第二副牌 没想到这一回 聂万龙第一抓进空手而归 紧接着他又抓了一次 怎料还是没能大顾对方 蒋百奇抓到一张黑桃K 而聂万龙只拿到一张红心尖 人不服老中是不行 气得他赶紧又猛服 一把速效救星丸 这是第三轮发牌 蒋百奇依然很稳 拿到一张黑桃Q 聂万龙则抓到一张梅花尖 又是一把救星丸送入嘴中 你的老六 怪不得我吃了那么多一点用都没有 聂万龙强忍着疼痛开始第四轮 这把蒋百奇依旧稳抓稳打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牌面黑桃Q 看这架是铜花顺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而聂万龙只拿到了一张方块尖 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到来 打破了两人紧张刺激的比拼 这是女婿与岳父赌局的生死之战 正是两人决战的紧要关头 女儿聂西同赶到现场阻止 见父亲不听劝西同转脸又来劝丈夫 可蒋百奇也是铁了心要完成这盘赌局 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丈夫 如果他们当中任何一个有事 西同心里都不好受 为了阻止他做了一个不好的决定 当着两人的面划破自己的手臂 你们既然决心要赌完这一盘 那我就陪着你们 蒋百奇看着心爱的女人受伤害顿时慌了神 反观聂万龙 就像面前的一切没发生过一样淡定 下面将是两人最后一轮抓牌时间 蒋百奇和聂万龙都死盯着空中飘落的牌 然而就在他们抓牌的那一瞬间 聂西同因是血过多虚弱的瘫倒在地 导致蒋百奇分心 没能抓到自己理想的牌 本该拿那张黑桃石凑够一副顶尖的铜花顺 现在却只拿到了一张红星刺 万万没想到的是 西同竟然是聂万龙故意通知来的 为的就是能让他分心 我说了 我动作慢了一点 我万没想到你这么狠 连自己亲生女儿都离永独 是不讲亲情的 赌场没父子嘛 不过可惜你才二十几岁 这么快就完蛋了 我早就说过 你爸爸和你 都要输在我手上的 聂万龙依旧如此 赌术拼不过就在背后耍卑鄙手段 即使对方不是靠光明正大的方法胜出 可赌界的规矩 输了就是输了 蒋百奇愿赌服输任由他处置 阿诞 你说一个人的脚筋和手筋断了以后 还能不能拿牌啊 不多时阿康被通知前来 这时的蒋百奇已伤痕累累 自从这件事后他一举不振 整个人都变得颓废了许多 为了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阿康请来了西童 两人误会解除重归于好 虽然蒋百奇起初利用西童获取聂万龙信任 但不难看出两人还是彼此相爱的 于是西童决定与蒋百奇一起去夏威夷从头再来 可惜聂万龙并不会就此放过他 就在他们坐船离开的前一刻 蒋百奇被早已安排好的杀手一枪毙命 西童看着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痛苦不已 同时对他这个心狠手辣的父亲恨之入骨 他无法接受眼前发生的一切 阿康对好朋友的离世感到惋惜 无比痛恨聂万龙的所作所为 他现在才知道阿奇为什么要报仇 因为聂万龙根本就是个人渣 他必须得到应有的报应 聂万龙不屑接阿康的挑战 可阿康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与此同时另一位赌戒大佬 北美赌王张天鼎身座直升机落地相当 大神级别的人物引来众多媒体采访 众人都以为他这次回来 会与赌坛至尊聂万龙一决高下 怎料人家早已安排好行程 我这次回来只想找朋友玩一句 但是不是聂万龙而是孙一峰 张天鼎你不敢跟我赌 聂万龙怒了 这摆明是没把他这个赌王放在眼里 孙一峰和张天鼎是从小玩到大的朋友 他们两人对赌简直是彼此人生中的一大乐趣 很快就迎来了两位大佬的赌局 这次两人比眼力将一堆珠子倒入盘中 谁能准确地说出珠子的个数谁就赢 第一局两人一口同声说出166 金核算一粒不多一粒不少 金核算第二局正确个数为315 一次的失误并不能代表什么 很快两人又开展了第三局 孙一峰猜测珠子在620-623粒 张天鼎则猜测在622-625之间 瞬间紧张的气氛拉满 然而这一局的正确数字为621 孙一峰由于这局胜出太过激动 导致呼吸困难差点喘不上来气 张天鼎健壮提议两人改天再赌 怎奈孙一峰执意要完成剩下的赌局 今天必须决出胜负 师父有难徒弟上马 阿康的赌数是他手把手交的 赢了阿康就相当于赢了他 对此张天鼎没有意义 谁输谁赢就在此一局 张天鼎本以为在上一局的基础上加倍上 就足以镇住对面的年轻人 其料阿康根本就没在怕的 在他的基础上要求再加一倍 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珠子的降落 不一会儿的时间就有了结论 2530-2538 没想到阿康竟这么直接 众人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 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果 2534 孙一峰目睹徒弟的成绩 激动地跳起来庆祝 然而太兴奋终究不是一件好事 北派赌王就这样离开人世 阿康赢了北美赌王张天鼎之后一跃成年 成为了香港赌王 其料这直接遭到聂万龙的妒忌 因严重威胁到他赌王的地位 他直接在媒体上向其挑衅 聂万龙害怕阿康撼动他的位置 于是找到他当面向其发出挑战 他要向大家证明阿康能赢这盘赌局 完全是因为一时侥幸 而他才有做赌王的实力 结果这次换阿康不屑接他的挑战 聂万龙为了逼阿康应下赌局 竟派人闯进华姐的赌船上 队里面的人大开杀戒 不仅打伤了阿康的母亲 华姐的得力助手也因这次事件身中树枪 都逼到这个份上了 就算聂万龙现在不想赌都不行 赌坛至尊与香港赌王的决战之局正式开始 聂万龙奋力一推再次跟住 相比较对手阿康则一脸淡定应对 大敌当前最继心烦气躁 目前五张牌已经全部发入两人手中 阿康拿起最后一张底牌查看 排开方块K 只见他用力一搓方块K瞬间变成了方块2 怎料这一切很快就传到了聂万龙的耳朵 因为现场布满了录像设备 阿康被指认出签不但丝毫不慌张 还面带笑意 聂万龙起身吩咐手下开电视幕墙 向大家验证阿康出签的证据 视频里也却有换牌的画面 然而让聂万龙意料不到的是 阿康打开的底牌竟然还是先前的方块K 这虚晃一枪直接气的聂万龙血压飙升 本来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干掉对手 结果是自己想多了 随后聂万龙净打着点滴应对后面的赌局 阿康露出了无情的嘲笑 接下来不管聂万龙下主多少 他都选择不跟 慢慢消耗对方的耐心 就在聂万龙快要震怒的时候 阿康才慢慢悠悠跟住五万 随后又将面前的驻马全下 激动的聂万龙猛吞一把救命完 目前两人的牌面都一样 那么就要看最后一张牌定输赢了 其实赌不单是靠技术 还要看一个人的运气 阿康提议不如再赌大一点 华姐现身并愿意拿出自己的命做这句赌注 怎料聂万龙却不同意 她认为华姐的一切加上赌船都在她那里 如果阿康输了她的命将一文不值 还有我呢 孙一峰的突然出现让聂万龙惊讶不已 想不到她竟然还没有死 聂万龙无法接受自己被耍了的事实 大喊孙一峰不该出现在这里 你已经不存在了 你已经死掉了 那我呢 全美洲十八件奴场 加上我这条命 孙一峰和张天鼎以及华姐都对阿康有信心 并且愿意把这条命交给她 谁胜谁负就在此一局 接下来就看两人今天谁的运气好了 和官为双方派发最后一张底牌 阿康拿到的是一张小牌方块三 聂万龙看后激动得都快上天了 以为自己这次必胜无疑 奇料他竟拿到一张比三还小的梅花 如今聂万龙将一无所有 甚至没有一点翻身的机会 其实最近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设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激怒聂万龙跟阿康对赌 孙一峰的死是假的 阿康是张天顶住他上位的 因为他知道聂万龙受不了这个刺激 一定会来找阿康挑战 一代赌坛至尊最终静落的一个疯癫的下场 阿康终于为无辜死去的那些人报了仇 阿康